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想到您还这么清楚 既然是云游四海 我怎么能相信你就是情道人呢 沈掌门如有不幸 我可以跟你说一说 外人不知详情的神仙戏说 不用 不用 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了 你先说说 被我引到这儿来 干什么呀 今天启动沈掌门大驾 贫道有一事求证 找我求证 是 什么事 我师弟莫尔家家破人亡 只有无形一个人活了下来 贫道觉得这件事十分蹊跷 当时神仙门就在莫尔家 不知您是否发现了什么异常 其实啊 我是想让你把神仙戏书交给我 郭叔 我怎么觉得今天你怪怪的 神仙戏书那是我们沈家的川家之宝 伤害我 阴能是毒这都变黑了 浪魁 你听我说 别说了 你绝对没有毒 我都喝了 别再说了 刚才我就看着你跟日本人高高大大 怎么着 想把我的神仙戏术献给日本人 你讲就是忽冷 LIB 你怎么解开开门 你干什么 我可以 你听我说 你听我 不要再说 你听 说什么 你还说什么 你听我说 你干什么 你放开 师兄 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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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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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莫兄对不起 莫兄 莫胡佛 你的神仙 莫学书 莫兄 当时啊 莫二兄 有些话没说完 我琢磨着 事儿没那么简单 如此看来 我师弟 一定是死在日本人手里 死在日本人手里 这话怎么讲 日本人色盘无私找我 不惜重金要卖此书 可此书 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无价之宝 怎么落入倭寇之手啊 可是 我就是不给他们 他们也会想好设好从我这抢走宝书啊 这宝书多在我这待一天的就多一份危险啊 所以 师兄 我想把这个书啊 先放到你这儿由你展示保管 等你想出个万全之策来 神仙西书一共有三本 我们只保留这一本 另外两本也 我已经约了神掌门 和司徒鬼到来我家里 我劝着他们 把另外两本也交给你保管 到时候 我再指出 三本宴本来 也被捕食之虚 好吧 听了神掌门的叙述 贫道推测 莫尔之死 并非出自神掌门之手 其一 他也有喝下毒酒的迹象 对 当时嘴都是紫的吗 其二 你走之后 他的家里便依为平地 这一切 都是出自日本人之手 清道兄啊 你这一句话点清了 就为这件事 你知道我压抑了多长时间 气我都闯不过来 行了 今天我明白了 我知道是谁下的黑手 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你我是左右不了的 一切都因缘而起 还是顺其自然吧 我都这样 也只能如此 以后媳妇姐 我不打算再婚了 不敢了 神掌门请留步 我想 让你见一个人 什么人 师父 神掌门 神老爷 沈家唐采在咱天机位 是无人不知无人不醒 小的我从小就喜欢戏法 也非常崇拜神老爷您 今天如果您觉得我是这开料 希望您能成全我拜师学义的心愿 他叫莫熙生 是莫无形的同胞弟弟 原来如此 沈万葵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 是当年莫二为了保存自己的血外 将自己的一对孪生儿子亲手拆散 才有了这一模一样的两个高赖宝 出现在了眼前 而莫无形正是因为找到不如节 才让那炮口敦行神出鬼魔 毫无破绽 莫无形 莫无形还有个同胞兄弟 是 贫道已退出江湖多年 莫无形害你们全家之事 老夫早有所耳闻 无形功于心计 可是莫熙生 摘心仁厚 天赋通大 我不想看到这个孩子误入歧途 所以今天请你到此 我想把他托付于你 沈章们 我已将我毕生所学 都传给了我的徒儿牺牲 他现在是末世首采 唯一的传人 另外 明儿昨天上山告诉我 司徒坤不幸枉顾 我想现在庆和剧院 非常希望你能去帮助 虽然我们都是以戏法为生之人 但是天下兴亡 匹父有责呀 贫道 身染重病 自知时日不多了 我想把牺牲通付于你 无心误入歧途 但是他必定是我师弟的血脉 如果有缘的话 望沈章们不计前嫌 把他拉回正路 邓先生 沈章们 来 快坐 请吧 要来点点什么 不用 你先下去吧 帮我们把门带上 好的 沈章们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你的心思我知道 我的处境 你也明白不是 这五层章啊 不可能放过我 你想想看 腿都炸断了 没让我死 为什么呀 不就为了那本书吗 我现在露面呀 终于给你们添麻烦 那可是现在 我们急需找一个可靠的人 来接手庆和呀 这点我想到了 自从 司徒走了以后啊 没人能撑得起庆和局 我那三个徒弟不行 所以今天我给你带来一声 你先看看 他能撑着场面 孩子 莫无形 这可不是莫无形 他是莫无形的同胞兄弟 叫莫牺牲 叫郑先生 郑先生 你好 他还不信 真是 到了 就是这 你先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进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我不叫你 你千万别进来 嗯 不演出的时候把所有道具都得收拾好 哪个道具啊 不管大道具小道具都得收拾好 老荣 尤其是你 丢三落四的 到底多让你给弄丢 兄弟你找谁啊 我找个人 找个人 找个人 这不是莫无形吗 莫无形 你这个混蛋居然敢来仗 我不是莫无形 你们认错人了 怎么 认错人了 你以为一刮了胡子我就不认得你 这个畜生 就是画之辉我都认得你 你们真认错人了 来仗 走 你听我说 你们听我说 你们真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是吧 我打的就是你 你们听我说 听我说呀 居然还敢来仗 你们听我说 我打死你个七星灭组的畜生 不要 我打死你个畜生 住手 住手 打死你个畜生 住手 住手 别打了 干什么 住手 你们三个怎么回事 干什么 都没看清楚就把人打成这样 他不就是莫无形吗 他不是莫无形 不是莫无形是谁 你们看看 看看清楚 他是莫无形的双胞胎弟弟 他叫莫熙生 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进来吗 真的 宝燕快去 去拿药箱给他上药 快去呀 快去 快 到这边坐 你说呢 怎么样啊 来 我看看 商账哪儿没有啊 真没事 真的没事 这就交给你了 行 没轻没重 赵先生 真是不能怪我们 谁让他断职的哥哥 做了那么多坏事 而他们俩又长得一模一样 让他替他挨顿打 也不过分 行了 少说两句 我真没事 其实 我见过你们 你见过我们 什么时候 你是那炮口吞鞋的替身 原来炮口吞鞋是这么回事啊 这个莫无形 把他们都给骗了 那你们兄弟是怎么碰上的 其实 之前我也不知道他是我哥的 我从小就被父亲送给了养父耿有德 养父去世后 我被政府抓了壮丁 当兵的时候因为得罪了上司 被关进了大牢里 是莫无形报救出来的 然后 他就让我帮他演了那个炮口吞鞋的戏法 真见不见了 你们谁爱什么事 哪怕控制不住 又想打人 我房间了 找给你了 我也先回去 你们几个 快快快 欣平 你先帮他上药 我去看看你三个人 麻烦你了 你就是沈师叔的女儿 沈云平 沈云平对吧 你就是沈家大小姐 沈云平 沈云平不断地靠近自己 眼前的这个人是一个无辜的陌生人 可是沈云平 可是沈云平 kunt se 某是要空呀 要 辅确的 可给我记住了 不许再找牺牲的麻烦了 过两天 他还得演出呢 演出 什么演出啊 牺牲这次回来 就是要加入你们戏法班子 你们在一起可得好好练练 过两天啊 庆河重新开张 他也会变戏法啊 开枪吧 是我建议的 你们看看 看看清楚 他是莫无形的双胞胎弟弟 他叫莫牺牲 师父 贫道早已退出江湖多年 现有神掌门 把几十年的台上经验 传授给你 还不愧 谢谢神掌门 师父 牺牲学识浅薄 学戏法也没多长时间 所以 我想把我莫家这本 神仙戏术 交给您保管 希望 咱们中华戏法 能够发扬光大 孩子 你知道这本书的价值吗 这是你们家的传家之宝 这是你们家的传家之宝 给我啦 我知道 知道你还给我啊 清道兄啊 你跟我说的那些话呀 我琢磨了 我明白一个道理 要想把中华西数 三合为一的传承下去 这孩子我得收我 你放心 在我神某有生之年 我一定把中华西数 给他传承下去 一定传下去 谢师父 这庆贺又找了一个 助长的师父 王八蛋 变着法的想害我 刚死了一个司徒宫 又来了一个不要命 曹大林的度眼也 太小了吧 怎么 就眼睁睁地看他们 再找一个人来害我 难道曹大林 不想找到金子了 怎么不想 这几十号人上上下下 都搜了几份了 还是没有找到 你让我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就是 让清卡重新开战 为什么 为什么 曹大林 凌风清了 冠冕小达林都吓坏了 他们都不敢出来 谁还敢往外用镜子呢 那还不好 我要的就是他们 不敢动 我看到楚平怎么拿镜子 你说什么 曹大林 这样不对 你别忘了 你姓名 现在都不让保障 如果镜子找不到 你也别上午了 是啊 那你说怎么办呢 怎么办 让清卡重新开战 到时候 镜子一定会父亲去面 隐瞎秋冬 有道理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你确定没看错 确确实实写的是末世首采 班主 你说他们写着末世首采 是不是他们清禾干不下去了 想请您过去 不知道这楚老爷子 到底怎么想的 难不成 他以为我真会过去帮清禾演出 班主 清禾楚老爷子来了 说是有事要见你 你先下去吧 还真来 走 去看看 不知楚老爷子大驾光临 莫某有事远赢啊 不敢当 不敢当 莫掌门现在是大官了 带着兵封了我庆禾剧院呢 搞得老夫 戏不能唱 钱不能赚 苦不开眼 楚老先生 您守着做金山 还在乎这点小学 我让门真会开玩笑啊 我庆禾剧院也是全子平而凑了些钱才盖起来的 老夫平时没什么哀吼啊 好听个曲唱个戏什么的 您带人把我剧院一封得了 钱不钱的小事 这戏我扛不成了 我就觉得心里憋闷得慌 楚老先生 查封庆禾并非莫某的本意 我也是奉命行事 再说现在 这乱党活动猖獗 到处私密集会 您这庆禾现在有没有演出 每天闲杂人等来来去去 我是担心那风言风语对您不利 您只要是请到新的驻长师傅 那自然可以重新开张 多谢莫掌门的关照 师傅相瞒 自从司徒掌门报病身亡以后 我这边也是一丑莫展 我现在也在找驻长的师傅 不说了 我这次来 您这次来 不会是来请我吧 部长们真会说笑话 我这次来可不是请莫掌门去演戏法 而是请莫掌门去看戏法 看戏法 对 我庆禾剧院这次得以重新开张 那也是曹大人亲自批准的 还想请两位大人到时候大驾光临呢 不知道您请的什么高人做驻长师傅 莫掌门到时候看了就知道了 除老先生 我末世首采在京城是出了名的 如果你随便找个人冒充我末世首采登台演出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一言为定 告辞 他这是卖的什么药啊 你真是告变的 莫掌门才能够在线 秦河说明 除了莫掌门以外 肯定还有一个人 知道神神神神神神的下落 重要的是要找到这个人 神神神神神神也就不远了 别给新闻一道 喝茶吧 好 给大家倒上 为了请客开张 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是啊 给他倒买 你看你说了多少次了 他是莫牺牲 没事没事 郑先生 您就给我们两天时间 让我们适应适应吧 行 你们尽快适应 来 为了牺牲 别为了 气候 大家干一杯 干杯 干杯 好 再给倒上 来 我自己来吧 好 各位 其实说句实话 我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跟这么多人一起生活了 能够认识你们 真是三生有幸 对于我哥哥犯的错 我想替他向大家赔个不是 我敬大家一杯吧 来 沈小姐 你没事吧 我去给你倒杯水吧 我不用你管 你 你不用对我好 我今天这样 不都是你害的吗 你别装了 我恨你 我恨你莫无形 见到你 我就会想起 我奶奶的死 想起乔莲的死 想起我爹 你还想怎样 你还害得我不够吗 你滚 你给我滚 沈小姐 不要紧 你就把我当莫无形 想骂就骂 想打就打 只要能让你 别这么难过 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对不起 对不起先生 我真的不知该怎么办 我知道这样对你很不公平 但是我一见到你 我就会想起风无形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沈小姐 我跟她不一样 我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各位 在下莫牺牲 今天初次登台 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戏法 梦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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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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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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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